113章 车落荒原 复土秋 人间四时 皆有花开 即便寒冬时节 也有辣梅可赏 秋天的时候自然也有花 烂克斯的秋天 最著名的便是桂花 宁却抱着浑身是血的桑萨 不知道为什么 竟在临死前的这一刻 响起了塔林孤坟边的那几株桂花来 此时 那自天外来的一剑 一近距离黑色马车极近 下一刻 大概便会刺中桑萨和他的身体 其实他并没有真实地看到那道飞剑 但他感知到了 并且确定这剑来自剑圣柳白 所以他清楚 自己和桑萨马上就会死去 于是他没有再做任何事情 只是把怀里的桑萨抱得更紧了些 然后安静地等待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完全超出了宁却的想象和推算 那道自天外而来 理所当然要杀死自己二人的破云一剑 居然擦着黑色的马车 急掠而飞 清静的佛光在马车后脸灭 烂克厚似佛殿的残破景象和那些秋雨 全部被隔绝在外面 然后消失无踪 周遭一片安静 宁却知道 马车已经完全进入了棋盘里的世界 紧绷到极点的精神骤然放松 汗水像暴雨一般涌了出来 瞬间打湿全身 大黑马也感觉到了周遭环境的变化 欢快地撕鸣两声 在安静的道路上放体狂奔 然而奔不得树杖 那条看似幽深无尽头的道路 忽然从中断开 道路本就在棋盘世界里的一座高山之上 前方忽然崩塌断裂 自然变成了悬崖 腹离绝境 哪里想到只不过片刻功夫 又会面临这样的危险 大黑马根本来不及停步 暴力的脾气在绝望之时发作 竟是狂撕着干脆冲了下去 轰的一声沉重壮起 黑色马车重重地落在地面上 车轮碾破一处将要结冰的水洼 然后碾压着微硬的寒冷地面 向着远处那轮冰冷的太阳继续狂奔 剧烈的撞击把车厢里的宁缺震得弹了起来 他的头重重地撞到了箱板上 疼痛让他从完全措手不及的变化 所造成的枉然情绪中清醒过来 下意识里向车窗外望去 只见视线所及之处一片荒芜 原野黑际偶有几棵枯树 这里不是兰科寺 也不是棋盘里的世界 那些带着双色的白草早已死去 那些水洼里的细雨想必早已冬江 时间还是消杀的秋天 这些景致自己看得有些眼熟 但应该从来没有来过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难道这里是荒原 可明明前一刻黑色的马车还在 烂科寺后寺的殿前 为什么下一刻便出现在了荒原 要知道 烂科寺在东南边陲临海处 与荒原最近的距离也要超过数千里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在这里 宁却看着窗外的荒原景致 震惊得无法言语 然后他醒过神来 急切地望向怀中的桑桑 发现小姑娘虽然还是很虚弱 但生命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不由沉重地喘息了两声 用力地挥了一下拳头 只要桑桑还活着 只要这里不是烂科寺 只要没有佛光笼罩马车 别说是莫名其妙地 横穿数千里地来到荒原 就算是到了冥界 他也不在乎 狂奔了一段距离 大黑马从临死前的爆发 狂力情绪里醒了过来 缓缓地停下 惊恐警惕地转头四处打帮 确认这里不是烂科寺 自己也没有摔死在那个该死的悬崖下 才鱼记难消地开始大口喘气 桑桑醒了过来 艰难地睁开眼睛 看着车窗外的天空 发现自己没有死 宁缺也没有死 不禁有些枉然 问道 这里是哪里 宁缺抱着他靠近车窗 向车外望去 沉默思考了片刻 想起奇山大师前些天和自己讲过的某个典故 隐约猜到了事情的真相 不过 哪怕亲眼看到了 他依然很难相信自己所遭遇到的这一切 如果没有猜错 我们现在应该在西荒 听着宁缺的回答 桑桑的鼻子一酸 伤心地说道 西荒和瓦山之间 要横穿整个大路 隔这么远 怎么可能一眨眼便道 我们是不是已经死了 这里是不是明界 我们都已经死了 宁缺你怎么还喜欢骗我呢 宁缺把他苍白小脸上的泪水擦掉 哄道 你如果真的死了 我骗你你也无所谓 你没死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这里真的是西荒 桑桑精神略好了些 强撑着身体在他怀里坐起来 向窗外望去 发现真的很像他和宁缺都不陌生的荒原 不由好生吃惊 前些天 奇山大师对我说过烂科寺的一个典故 宁缺若有所思 传闻当年 佛祖在瓦山修行时 曾经感应到 山下有个地方与玄空寺的某处隐隐相通 便明弟子在那里修建了烂科寺 后来佛祖误得了空间通行无碍的至高法门 便在那处弃了座简易的石塔 可以让僧人直抵极西净土 我问过大师 那座法镇现在还在不在 大师说 数千数万年过去 佛祖留下的法力早已消失无踪 那座石塔也化作了飞灰 四中僧人在传闻里的石塔位置上修了一座佛殿 便是先前我们在的那座佛殿 桑桑无法相信这个解释 睁大眼睛问道 你是说 大师先前开启棋盘世界的同时 也开启了佛祖留下来的石塔法阵 所以把我们送到了这里 大师既然以为佛祖留下的空间法阵已经失效 那肯定不是他开启的 大概马车进入棋盘之后 烂科寺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不过现在我们也没办法知道 想必动静不小 烂科后寺佛殿里地基深处的石塔法阵 被掩埋多年 佛祖留下的法力确实已经几乎完全流失 然而四中僧人无数年来不停地诵经礼佛 在那些佛性的熏染之下 石塔竟还保留了最后一线法力 宁缺不知道黑色马车进入棋盘之后 烂科寺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猜测得很正确 能够把佛祖留下的法阵重新开启的动静 自然不小 在那一刻 佛宗行走七念破了十六年的闭口禅 想要强行逆转棋盘世界的规则 二师兄君末则是以毕生的功力制出了那道铁剑 佛宗的闭口禅和书院的铁剑 已经是如今修行界最强大的手段 可如果只有其中一样 依然不足以开启法阵 但当二者叠加在一起时 却发生了非常神奇的变化 断经里隐藏着的佛祖法力被触动 石塔里的法阵被重新开启 或者是因为棋盘也是佛祖遗物的关系 法阵自动把棋盘传送到了极西荒原 于是当黑色马车冲出棋盘世界时 自然也就落在了荒原之上 还有件事情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能够自行冲出棋盘世界 宁缺很是不解 桑桑此时已经相信了这种神奇的遭遇 又因此而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小脸微白说道 如果那个法阵是连通烂科寺和悬空寺的 那我们现在岂不是 宁缺看着远处 那棵树皮微灰 叶若蒲团的菩提树 神经凝重地说道 不错 我们现在应该离悬空寺很近 打黑马此时 正处于劫后余生的大惊狂喜之中 青梯前蹄拨弄着微黑的土壤 想看看能不能翻出些地精黄果之类的好东西 来犒赏一下自己 呼听着车厢里传来的声音 耳朵顿时惊恐地竖了起来 身体变得僵硬无比 因为先前在烂科寺里的遭遇 他对那名穿着木棉袈裟的僧人印象很深刻 更应该说是无比的恐惧 那名僧人便是出自玄空寺 在他看来 玄空寺随便来个和尚便这般可怕 如今竟是跑到了玄空寺 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 大黑马强行压抑住心头的恐惧 亦不敢思鸣 鬼鬼祟祟地掉转马头 正准备向着来时方向悄悄地逃逸 然而 当他转过身来 却愕然地发现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风景几乎完全相同 自己根本不知道 玄空寺在哪里 该向何处逃 宁却把桑桑小心地放在被褥上 走出车厢 站在车缘上 以手压眉遮掩 抬头向空中望去 极为认真地看了很长时间 始终没有说话 大黑马此时情绪异常地焦虑 心想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仰望星空 看那轮冰冰的太阳 现在明显是清晨 哪里还有星星 哎 怎么什么都没有看到 宁却有些不解地说道 难道 那个法阵通往的 不是悬空寺 可明明那株菩提树 有些问题啊 大黑马眼睛一亮 心想 果然不愧是自己的主人 居然能够想到悬空寺 肯定是在神话里的悬空岛上 那么只要望天看路 岂不是就不用担心 宁却看着远处 有座极小的土丘 上面隐约可以看到几抹绿色 轻踢大黑马的马屯 表示他往那边走走 去看看有些什么 大黑马有些恼怒地扭了扭屁股 不是他不满意被宁却踢屯 那是早已习惯的事情 而是他觉得宁却的决定有些草率 在荒原这种地方 只要有绿色的地方 就必然有危险 你呀 听说当年也是在荒原里 杀过马贼的人物 难道连这都不懂 宁却知道这头憨货在想些什么 没好气地说道 难不成你以为悬空寺 就在那个土堆上 那么一个小土堆 香炉都放不下 你倒是给我变出一座佛寺来 大黑马心想 确实是这个道理 自己大概是被恐惧弄得有些糊涂 这家伙果然不愧为自己的主人 刚刚死里逃生 还能这般的冷静 车轮滚动 大黑马向着远处的那座 带着极某绿意的小土丘而去 最开始的时候 宁却的神情还很平静 然而渐渐的 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凝重 因为他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以大黑马的速度 小土丘看似极远 实际上用不了多长时间 便应该能抵达 然而已经走了一段时间 那座小土丘却依然似乎远在天边 宁却的警义渐生 掀起车帘 准备让大黑马停下 大黑马已经停下 他的眼中满是惊恐的神情 紧紧闭着厚实的唇皮 不敢把平时引以为豪的大白牙露出一颗 因为他这个时候根本不敢呼吸 宁却看到马车前的画面 身体骤然僵硬 震惊地无法呼吸 荒原在黑色的马车十余丈前 陡然下陷 形成一道陡峭的悬崖 因为荒原地势极平 先前根本无法看到 直到走到悬崖前才能发现 原野间忽然出现一道向着地底陷落的悬崖 确实是件极诡异的事情 然而让宁却和大黑马都震惊到 不敢呼吸的 却不是悬崖本身 这道悬崖极为宽广 向着荒原前方的四周扩散 两方竟似看不到边际 然后在极远处的天边河龙 形成了一个无比扩大幽深 大到人类根本无法想象的天坑 看着眼前令人震撼无语的画面 宁却甚至产生了一种极为强烈的感觉 就算把整个长安城放进去 只怕也无法填满这个天坑 他曾经去过魔宗山门 震撼于千年之前 荒人在天地间开凿出来的雄伟建筑 可如果和这个天坑比较起来 魔宗山门就像是个不起眼的草屋 在天坑的正中央 耸立着一座极为雄俊的山峰 这座山峰竟似有 民山最高峰那般的高 然而因为天坑太过幽深 山峰竟只有极小的一节 露出了地面 天坑里的那座雄伟山峰 距离坑边的黑色马车 至少有数十里的距离 探出地面的峰顶上 郁郁葱葱 便是先前宁缺看到的那个 带着绿意的小土丘 如果人们能够从无数万里的高空 俯视极西荒原的地面 在他的眼中 天坑和坑里的山 大概就像是一个设计精致的盆景 然而这样一个辉弘尺度的盆景 出现在人间 那绝对可以震倒所有第一次看到他的人 宁缺和大黑马很震撼 却没有什么赞叹膜拜的心情 因为天坑里 那座雄伟的山峰中 有无数座黄色的寺庙 若隐若现 封间的那些寺庙 大概便是悬空寺 也只能是悬空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